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五节向阻忙的节目时间 我们发觉到 看乔洋就香港政治和普选问题 发表的谈话 越看越多 越看越多 其实这份东西很大程度上 对于我们理解到 内地如何理解法治 理解法治和政治体制关系 或者甚至就是说 他当中一些政治语言 怎样从一个内地的角度 去理解香港政治发展等等 其实都是一个挺有用的参考材料 所以你会看到长毛 长毛作为一个主持人 一路看立刻有一些挺有趣的发现 很简单 又讲一下论师牌背 这个乔晓洋说 近两个月来 香港特区政府 为推介者的方案 做了大量的工作 深入解释 提出这个方案的理据 结束了 这句完结了 接着说什么呢 就是 中央政府駐港联络办 李光副主任 与支持政制向前走大利民 就是郑耀堂那档 就是郑耀堂的地方 星星有114万签名 那一档事 又不敢和我们去选 香港公商界 第二排名是香港公商界 第三就是民主党 第四就是普选联 第五就是民协等 一种团体的代表 建了面 很清楚的 民主党先 普选联民协 论词牌背 那现在怎样 为什么 这个 共产党 会拿出来说呢 就是觉得 以前没有跟你们谈过 现在谈了 所以 他就说 就政制发展问题 进行了沟通 对各种意见都认真地听取 并认真作出回应 是不是 李刚又作了回应 李刚的回应 是什么 我真是目左洋 香港社会 对会面总体反映正面积极 从会面的情况下 香港社会在政制发展上 有一些重要的共识 这个就是尋品 他不是一次过接见了 但是 支持政制向前走大联盟 香港工商界 民主党 普选联盟 他分开五次 他分开五次 五个party 都没办法见到面的 没办法交流的 没办法拼嘴的 怎样形成的共识 怎样交流 由李刚去见了所有的人 就好像我契女 买一本剪贴簿 剪贴簿 贴了下去 他就说一幅画 當然不是了 共产党偷换概念 就是 叹为官司 你分开见了五种人 那五种人 是被你放在不同的口袋里面的 那他们怎样交流 怎样见面 他就可以作出一个总结 就是说 香港社会对会面总体反映正面积极 从会面的情况下 香港社会在政制发展问题上 有一种重要的共识 挺重要的 他一定要说这件事 到希望2012年政制发展能够向前走 这个民主党呢 不知道他有什么看法 都认为2012年两个产生办法修改方法 被否决有选香港的整体利益 这个民主党有没有澄清呢 因为他包在五个人里面 是不是 認同沟通协商是解决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一项方法 全部被他包了 你让他见过就当是 接着 这些共识反映出政制发展问题上 理性募实的声音是主流 这既有利于当前处理2012年两个产生办法的修改问题 也有助于未来的普选问题上 逐步凝聚共识 是 其实他的说法是什么呢 是两种有利 其实他的暗示就是说 2012年 两个产生办法 是有利的 也有助于 也有助于 即是说 如果你是能够贡献 你的精操 你的什么 而是有利于现在 那两个产生办法的时候 将来就有助了 分得很清楚 他的词语是很清楚的 有利和有助 就是这样 现在就直接跟民主党和那些人说 你现在先帮不帮忙 否则将来不用谈 也结合到 唐英年说 现在我们只可以本地立法 其实他说的就是 这个区议会那里 到底是 是不是那些区议员自己 互选 还是给市民选 普选人说给市民选 提名就是区议员提 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 区议员里面 用比例代表债益 或者 winners take all winners take all 就是民建团是大赢家 是不是 很简单 就是谈那么多 那唐英年的暗示是什么呢 如果你今天 我们将来立法那里 跟你谈一下 区议会那五个肥肃肉 怎么分 到底 文字多是不是 口水得得低 没有人知道 是不是 但是你说是谋水得得低 老实说 你说我不自在 那你就不会提出这个方案 是不是 如果你不自在 代表我跟你说 王先生 今天晚上吃饭 好 在哪里 你都不吃了 今天晚上不吃 我去哪里 吃乖春仙 没人有空 是不是 你不会回答口 如果你不想吃 不如去波士顿 你带我多余的 因为 不关你事 是不是去波士顿 所以当一个人就说 不如今天去波士顿吃饭 他有说 其实我不是很自在 去吃饭 那就是多余 尤其是我们走出 走出门口 去赛港位 我想波士顿都不是很好 不是 波士顿好 那你走到波士顿 你手上去吃饭 是不是 只要我去吃饭 你就会帮我去波士顿 是不是 或者我同意去波士顿 你一定去波士顿 是不是 你不会 我还是不吃了 那就不会的 就这么简单 好 成哥的问题就是 你现在看到 配合政制的超错行动 act now 就是起锚的行动 其实你看到曾蔡英权最后的配合 即是说 当港澳办 其实人大常委通过港澳办的 港澳办做了决定 得到了支持 港澳办上年中央 下年中联办 以前曾经是分道洋标 好了 那问题就是 曾蔡英权就做事了 因为曾蔡英权不做不行 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蠢 曾蔡英权哪是蠢 第一我已经说过 在全香港来说 只有他和他的团伙 就是唐英权那些人 是最希望政制 是marginal 就是说 紧紧属于山竹也好 因为这是唯一的业绩 也都 唐英权也知道 如果曾做不了事情 就是他都有问题 因为梁振英就会说 你两班人做不了事情 他说跟别人谈谈不了事情 还被别人搞回头 所以你看到 曾蔡英权 会不会这么愚蠢自己做事 一定是不会的 不会自己起锁 一定不会的 坊间就说 连很多大陆的人都不知道 问题是 大陆的人有很多层次 那么多人会知道 曾蔡英权和廖辉怎么匯报的吗 所以你们在说 看到大陆人 这些大陆的人 老实说 你问他 看过世界 会不会看过世界 他就是这么说 是不是 看过世界 看过世博 看过 只是在北京那一层 我也看过 就敢这么说 北京的世博 我看过 其实 全部人下来 说自己是代表大陆的人 除了极少数之外 全部都吹水 因为他是透过中共的不同的关系 港澳办 广东公安 广东国安 社科院 全部 全部下来 都是在做一个拼圖游戏 他拿着一块 职梭 就回去交货 我见了长毛 长毛说 他说 他吹的东西 你信不信得说 所以现在市面说 哪个人 哪个人说什么 不用说 第一 你要留心 这个习近平好像死了 是完全人间蒸发 他是管香港的 廖暉 也都人间蒸发 现在叫乔洋出来 所以最堪的局 是怎样 还未定 所以 究竟这个局会是怎样 下一次我们继续讨论 一会见